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廣州土著頻道 又到了一年吃月餅的時候 今天小威盛情邀請大威來到他家 共同分享最貴最名牌的港式月餅 金狗五人金腿大月餅 但遺憾的是,並不是每一個老廣都知道有金狗五人金腿大月餅的存在 因為他實在是太貴了 並不是每一個老廣都吃得起 下面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金狗五人金腿大月餅的來歷 金狗月餅是中國十大月餅品牌之一 出自在中國月餅之向廣東盧村 由盧村金狗大酒店創始人鄭金狗先生所創立 金狗月餅採用的原料選購十分考究 他選用優質的 核桃仁 杏仁 瓜子仁 芝麻仁 以及量小架高的 橄欖仁 金狗月餅的橄欖仁 來自於增城西山 每一棵橄欖樹從種植到結果最快要8年以上時間 在增城 很多橄欖樹都已經生長了幾百年 新鮮的橄欖經過去肉 切開果核,完整地取出果仁 再經過清洗、控缸並炒香後 才能成為半餡原料 每一百斤的橄欖 只能夠產出兩斤的藍仁 在越界 西山橄欖仁的品質是最好的 金狗月餅的瓜子人 來自於新疆 核桃人 選自於雲南 每一項原料 都是金狗先生親自選定 並且每年都要到原產地覆核一次 什麼叫做五人月餅呢 使用核桃人 杏仁 橄欖仁 瓜子仁 芝麻仁 這五種主要原料加工成餡的月餅 才可以稱之為五人月餅 也就是說 以其他果仁為主要原料的果仁類月餅 不能夠叫做五人月餅 金狗月餅長期堅持的選料 就是上面所說的這五種原料 加上果仁和金華火腿以及秘製糧肉 秘製糖肉等 金狗月餅原料多達十幾種材料 其中秘製糧肉、秘製糖肉 也是金狗月餅所特有的 好了 金狗五人金腿大月餅的簡單介紹就到這裡了 現在我們一齊去小Y的家裏一齊看看 是不是你那個就是金狗月餅 金狗月餅應該是 暗光吳川那道的 但是現時來說 人家玩廣東山 這隻月餅 都叫做挺漂亮的月餅 我看過了 這個月餅是中國十大名牌之一 就是月餅的十大名牌之一 是中國的 因為他上了中國 是的 那就不是關於廣東、廣州的事 廣東人家就說 最美的月餅 全國都是有月餅的 它是十大之一 屬於港式的 港式的最美的月餅 因為有北方月 有很多月餅 現在先看看 我看看 因為它要開的就是要這樣開的 我看看這個月餅 給他這個 這個 金狗月餅 這個 金狗月餅 我最喜歡吃五人 五人餅一定是送五人給我的 叫做五人 金 大餅 大餅 哇 這個 十十斤 金狗系列裏面有五人金腿 豆沙 蓮蓉也是有的 整個系列裏面 但是 我比較喜歡吃 金狗最貴 金狗是第一的 不如你切吧 巨毛巴 當然是你切 這個月餅是兩斤 1000克 他有五人金腿 五人金腿 好 四條鞭 五人有什麼人 是不是男人 是啊 合鋪 是啊 芝麻人 芝麻人 瓜子人 瓜子人 芝麻人 糖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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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五人呢 五人糖冬瓜不算的 但是我 花生才能夠說 花生也有 但是我看資料它是這樣 除了這個還有 剛才我說的這幾樣都包含在裡面 我們切多人看看就知道了 是啊 有火腿 好了 還有冬瓜 還有冬瓜 哇好實 真實不是假實 以前沒有這麼大過 現在你買一系列 怎麼辦呢 這個冬狗是價錢不非 我告訴你 這幾 這個冬瓜 那為什麼這麼實 證明它的材料是很充足 不是說太厚 而且不是那麼肥 以前那些很肥 現在的人流行 油小 糖小 糖小 那些 你現在 八分一都 一塊塊肉餅 流口水 吃一塊就飽 嘩 不要吃那麼多 但是 真是 其實是這樣 應一下節 真的現在 不吃得太多 現在 男人都幾經貴 除了我們今晚要說的這個月餅之外 你看看整枱的食物 其實中秋的時候 就是這樣 所謂的應節 今天大歪非常好東西 去傳統露店的 贊記製了一塊月餅 他的包裝 就不像現在我們這些 弄得很華麗的那一款 其實包裝再華麗 都是要 好像這些 包裝很華麗 真材實 要吃進口 就是這樣 看看 五人 看看 五人 瓜子人看到 峽桃看到 峽桃看到 這個 這是什麼人 比以給哪個命 杏仁應該有 有沒有杏仁 真的有唐冬瓜 這些就是唐冬瓜 但他五人 有火腿 火腿肯定 他火腿是佔整個餅的重量的5% 其他那些瓜仁就是25% 佔了這個重量的25% 剩下的皮和材料 吃 好吃 吃吃吃 嘩 還要吃這個 嘩 這樣就只剩一塊了 你不要留下 這裡有這麼多東西吃 留下肚子吃其他樣子 是不是 大威真是你 你真是不笨 為什麼 留下肚子吃其他樣子 每樣吃多一碟 應該要 有些硬 也是25人的 好啊我又來吃夠先 好香 不停 好你呀 好美好美呀 菊寶呀 喝一杯美酒 你呢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的過節呢 就是真的有什麼傳統食物呢 烏油啦一定有的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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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芋頭的東西 羊肚 芋頭 芋頭的東西就是什麼 很多水果呀 香菇的那些 現在我們桌面都放了幾樣東西 即都放了幾樣東西 芋 芋是一定有的 這個不是領南佳果 這個又不是的 這個利後圖 這個是進來的 以前就是 芋頭 就叫做 領南佳果都有 領南佳果其實是哪幾樣 數一下 十幾二十樣啊 領南佳果 木瓜啦 香蕉啦 芋頭啦 廣中秋應節的 有龍眼 灑龍眼啊 你不記得 灑龍眼啊 7月14 8月25 姐姐 有的 圓圓圓圓的東西 現在就一定有得賣 這個就是 最古老最原始的包裝 我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就沒有 好像現在那麼多 那些這麼漂亮的月餅 這麼漂亮的包裝 那些月餅就是 媽媽就出去買一桶 叫做一桶月餅 四個 就是拿一張紙 有些是給了紅紙 拿一條繩綁住 一桶 就是這樣 小時候就是這樣 現在居然可以 現在包裝的 但是今晚就缺少了一個石螺 石螺 不是石螺 炒田螺 現在的田螺 比舊時就少了 還有 很多是由於那個叫做龍藥噴灑的門人 所以那些人 都是小小的和缺缺的 但是小時候真的有田螺 那些田螺很鮮甜 現在不太多人 吃吧 拿出來吃就可以了 不是啊 待會兒湯這些 我打個包裝 大威 你說一下這個包裝 裡面有一桶 它可以組合的 是有豆沙 豆沙的 陳皮蛋黃 有紅豆蛋黃 蓮蓉 白蓮蓉蛋黃 我記得小時候選擇楊土 我最記得媽媽跟我說 有種口 楊土是青鞭紅肉歪嘴的 青鞭紅肉歪嘴的 我們給你看 這個還沒歪 不夠歪 不夠歪 這個楊土真是青鞭紅肉 紅肉不是紅色的紅色 是熟 黃黃熟透了 是夠甜的 其實真是歪嘴的 這個就是 很甜美甜 很好吃的 有些歪得更加厲害 這個是屬於糧種的 以前的糧種都沒有那麼大隻 現在的優質 社會發展 連水果都發展 開開開開 開開開 你想吃什麼 樣樣都很想吃 聽到你說 我很喜歡吃陳皮 陳皮 其實我喜歡吃蛋黃 你一配下豆沙我就喜歡 如果配連容我嫌太多 所以我其實真的喜歡吃蛋黃 你想怎樣 開開開吃 找個陳皮和豆沙 你找到口才行 好笑 包著了 包裝真不錯 這個包裝讓我們想起小時候的媽媽去買同月餅 真的好難看喔 我覺得也是滑的 其實小時候真的是這樣的 後來要講究包裝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很多月餅真的很貴在包裝上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沒有必要 完全沒有必要 我們在讚記這家老餅家 很多年的歷史 做得非常好 做餅 做禮餅 做人家分價的禮餅也很有名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好像不太貴 最貴的那個只有19元 那個是5人 5人應該是貴一點 其他那些十幾元 十幾元每天就 這個要看到的豆子 我拿了 你沒戴眼鏡看不到 陳皮豆沙 我把刀來切 有幾個字 你看看這幾個字 你看看這幾個字 這個鹹肉5人 陳皮紅豆 這個鹹肉 這個是5人 讚記鹹肉 讚記鹹肉 看看幾個還有什麼 做完字給我看看 你看看 這個讚記什麼鬼 又寫讚記 讚記蛋沙 即是雞蛋豆沙 這個又是豆沙 果仁豆沙 果仁豆沙即是5人的意思 果仁豆沙即是5人的意思 切什麼 切不切 樣樣切一下 展示給大家看 樣樣切了給大家看 先切陳皮紅豆 廣中山劍寶 陳皮老鞠 陳皮味就飄逸出來 陳皮豆沙 切兩塊就可以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5人不要切 這個是什麼 陳皮豆沙很香 我不夠硬 這個是 豆沙蛋黃 蛋沙 都是豆 這個有豆 這個是什麼 這個5人 5人 這樣就切過有雞蛋 這個就有雞蛋了 這個有雞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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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切不切中蛋黃 切中吧 哎呀 聰明到切中蛋黃 蛋黃 好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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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蛋黃 那把刀開4分1 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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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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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細細吃 我們樣樣都嘗試 8分1還適合給我 沒問題 沒問題 最穩定是蛋黃 蛋黃 過半錢1隻 1個蛋黃 1個蛋黃 收你幾元雞 就是這樣的 那他呢 現在就很盛少了 不放那麼多油 如果他油多 他要靠油來煉 那他現在就健康食品 那他現在就健康食品了 但是如果傳統那些 真的油多 他才要匯油 他其實叫做匯油 這個是什麼 你那個是什麼 陳皮 哎呀我又要吃陳皮 那他呢 就是 人就越來越健康 這個就不太多 對 嘩喝蛋餅茶 吃夠陳皮 這個陳皮好吃 好 我來吃夠陳皮 切一塊 我來吃吃 我來都可以吃吃 我來吃吃 他會吃吃 那 each鮮子 吃 Each鮮子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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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